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高 期盼了好久,好不容易買到的 在傳聞中,必須用鼻子喊著桌遊 每個人在遊戲中 扮演的是好鼻子 不是,我是說調香師 不知道什麼是調香師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地圖叫做香水? 調香師呢 在現實生活中是真的有這個職業喔 他們的工作呢 就是把各種的香味 有七種 調配出新的香水 所以說有一副明明的鼻子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就趕快來看看這部遊戲的如山真面目吧 嗯,頭子一打開就已經冒出一些味道了 這邊是他的七種味道的產地 擺好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這邊有七個產地 那每個產地上面都有一張 他的香味糖 還有他的飲料 那中間呢 就是我們玩家移動的地方 我們在這邊跑來跑去 計分軌 這樣 然後每個玩家面前呢 都會有一個這個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任務卡 要想辦法完成這個任務 還有正常任務卡 這種任務卡 要完成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在你的回合呢 去移動 走到尼亞的產地 好,例如說我這個需要 螺紋砂液 那我就走到這個地方 再拿螺紋砂液 肉桂 肉桂 那我就可以完成這個訂單 完全不用嗅覺 那究竟什麼時候要用到嗅覺呢 好,就是我們 這個訂單 好,這個訂單上面 都已經把配方都給你了 就是我調這個香水 需要這個群魚場 我調這個香水 需要這個葉子跟這個玫瑰 我調這種香水 需要三種 就不是用剛剛的這個 去完成 好,每個人呢 一開始都會發七個地管 分別對應的 就是這七張卡片 這間卡片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打 另外一副香味卡 洗一洗 洗滾 把它們一張一張 放到卡片裡面 都不能看喔 所以我們要靠 紋的方式 紋出你需要 是哪個地管 把它放上去 那在你選擇做 裝瓶的動作之前 這些地管是可以 隨便調轉位置的 好,或是這個 這是什麼味道呢 把它放上去 遊戲結束的時候 才會公佈答案 看你到底有沒有完成 我們什麼時候會確認 味道卡呢? 好,就是在你的回合 看你是停在什麼位置 就可以拿那個產地的 三味卡回去 學習這個味道 然後呢 從剩下的 三味板 挑一片回去 去拆它到底是什麼 所以說 聞味道呢 是在別人的回合 在進行的時候 你就要很快 趕快 趕快去 聞這個 是什麼味道 白綠藍的味道是這個 然後這一塊 是什麼呢 去拆它是什麼 至於這要怎麼聞呢 輕輕刮它 再聞就會有味道 那你也可以 摩擦摩擦 摩擦摩擦 摩擦 再聞 嗯 有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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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呢 嗯 好熟悉喔 那遊戲中呢 除了這些文味道 收集香料完成订单的动作之外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例如说研究室啊 例如说小帮手啊 例如说你调的香水可以开店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 所以今天大家应该不怕来分享这个游戏 我们下次再见